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編 那這一個禮拜韓服因為在兩週年之後 推出了一個全新的系統叫做煉金 那這個系統大家或許可以想像一下它的這個功能是什麼 那我們就不賣關子 直接來跟大家分享這個關於煉金系統這個功能 那在它這個新的系統推出之後呢 在這個選單裡面它會出現一個煉金的按鈕 它不附屬於在製作裡面它是獨立出來 雖然說它很像是製作但是它不一樣 所以它把它獨立出來在我們信箱跟PVP按鈕的這個中間 有一個新的獨立按鈕叫煉金 那這個系統很簡單它就是把你多的這個裝備 或者是你覺得可以拿來煉金的這個裝備呢 把它拿來全部當成是一個材料 然後融合成一個全新的這個裝備 那簡單來說它這個規則就是這樣 你可以用高級以上的這個裝備 或者是武器做為這個煉金系統的材料 那強化素質的話當然是越高越好 不過你在登錄這個道具的時候 它雖然說這個格子裡面我們現在畫面 左邊這邊可以看到它格子總共有五格 但是它最少要登錄三個就可以了 可是它有一個條件限制 就是如果你要登錄的話 三個裡面必須要有兩個是稀有級的就是藍色的 然後再加上一個高級的也就是綠色的 所以在現在這個畫面上我們可以看到它總共登錄了兩個綠色的 一個是加七的愛爾木祝福 然後一個是加九的日本劍 然後還有三個藍色的就是一個是加八的雙 五官之刃或者是五官雙手劍 然後一個加七的神官法庭 還有一把加零的神官魔杖 好那它用這幾個道具去做這個強化的 應該說是煉金的材料 那它的系統的設定是這樣 你登錄的這個道具這個武器裝備 等級如果說它的階級越高 譬如說它你登錄可能都是藍裝 那再來這個是第一個要件 第二個是強化值越高 如果說這兩個條件都越好的話 你最後可以獲得高階獎勵的這個機會就越高 要注意一下這個是機率 它就是高階獎勵獲得的機會就越高 所以你有可能是血本無歸 也有可能是瞬間變成歐洲人拿到很好的這個道具 然後再來你把裝備都塞進去之後 假設你不知道有哪些東西可以塞 你可以在這個畫面裡面這邊有一個按鈕 點進去之後呢它就是看煉金材料的清單 那它這個畫面上會列出一大堆可以登錄的這個武器 那亮起來的部分就是你現在身上有的 我們回看到上一張 它這邊還有一個加7的這個惡魔王槍 還有一個幻象眼魔的這個心眼 所以我們看這邊亮起來就有一把惡魔王槍跟這個眼魔的心眼 所以這兩個其實也可以是拿來當成是材料的一個道具 那順帶一提這裡面有一些東西好像沒有看過 譬如說這個 譬如說這一把武器好像也沒看過喔 還有這一把這些武器好像也是沒看過的喔 這個不知道會不會在不久之後開放 但是現在就當成是一個額外看到的一個資訊 好那我們再下一步 全部的東西都登錄完了之後 好下面這邊有兩個按鈕 好第一個按鈕左邊這一個是你可以看到一些什麼 登錄材料後的相關提示 那是什麼提示 我在猜有沒有可能是一個 它沒有講喔先說 它沒有講它沒有講說這個是什麼的東西 所以它只說是提示 那它的提示的意思可能是說 你用這些去合成之後呢 去煉金之後可能會出現哪幾樣東西 讓你先有一個預覽這樣子喔 那這個的話是要花天幣的 那看起來是五位數 好那如果說你這邊都確定了 然後你就可以按右邊這個按鈕 它就直接去進行煉金 但要注意喔它煉金的時候 你按下這個畫面它不會問你說是否 它不會問你說是否要去煉金 它不會 它會直接進入一個類似抽卡的這個畫面 那這邊也要有一筆這個金額的這個開銷 看起來是六位數字的天幣喔 那上面這邊有一個加10加100加1000跟加max 這個目前還不知道是什麼 它沒有很詳細的說明 那晚一點的話 或是明天的話就知道了 那目前我在推測這個可能是加 譬如說你可能再加更多的什麼材料啊 或者是錢啊進去影響它的這個機率吧 一個吧問號問號 所以還不知道 那我們明天就知道了 然後這邊如果抽完按下這個開始煉金之後 你就會看到像左邊這個畫面喔 這個的話我簡單來說它就是一個燕血桶的畫面 那中間紫色框的這個部分呢就是 點一下中間喔 然後來確認你抽到什麼東西喔 所以這個就是燕血桶 然後右邊的話呢它抽出來了這個 水晶球已經亮起來了 它總共合成煉金的煉金出來的 是一個黑長者的髮袍 那它是非刻印的 但是是嘉玲非刻印的這個黑長者髮袍 好所以這個的話我覺得就是一個歐洲人的煉金的參考 那當然這個是我自己的自己的這個給大家的一個一個比較有趣的一個說法而已喔 那如果說你覺得它這些東西是不是有價值 是不是真的有這個價去兌換出這個黑長者髮 那大家可以自己想一下 因為這個幾率目前還不知道 只是說它已經抽到 它用這些東西去煉出了這一件東西 好所以如果說我們現在身上 比如說你很多刻印的這個裝備 那或者是你有很多這個藍裝 是賣不掉的 那你可以試著去把它充一充 然後最後到之後 這個系統推出的時候呢 台版嘛 因為台版比較慢 台版到時候推出的時候 你就可以拿這些東西去把它煉金一下 搞不好你就煉出一件這個 所謂的紅裝 因為我相信很多無客或者是小兔玩家 到現在還沒有紅裝 就像小便一樣 我到現在還沒有半件紅裝 那搞不好到時候 我就可以靠這個系統 如果拼到不小心歐洲到的話呢 我就可以弄出一件紅裝 那以上就是關於這個煉金系統的這個介紹 那相信台版應該不會太久啦 我猜三個月四個月內應該就有機會看到這個 這個系統拖兩年的話 好像拖到兩週年 好像有點久 我覺得好像有點久 但是也不排除 那這個先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如果是韓版玩家的話 明天就可以去好好的給他體驗一下 好那以上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關於韓版的一個新資訊 或者是一些測試啊 或者是分享 歡迎訂閱小便的頻道 那我們影片分享就到這邊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影片再見 掰掰